今天是小肥牛专场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花 这是小肥牛 小肥牛最近虽然会走路了 但是走得还不怎么顺畅 所以避免不了磕磕碰碰 说句不好听的脸上经常会鼻心脸肿 舅舅呢就看着比较心肠 在他旁边买了两只鸽子 让我们带回去晚上包当给小肥牛喝 我媳妇呢就觉得这两只鸽子有点瘦了 说准备放在舅舅家再养两天 大家觉得这两只鸽子肥不肥 看小肥牛上午做了什么 你不要过来啊 哎哎 已经被你晃晕了知不知道 你怎么这么有爱心啊啊 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喝完这个东西不吃饭的 我跟媳妇俩小时候就这样 我们俩为了防止小肥牛像我们小时候那样 就是基本上会把它喝的只剩一点点才给小肥牛 站在上往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看过来看过来 还有烊饼 本来啊 我只是想让我媳妇开心一下 没想到,实在习ahahah 大家都现在墨价很干的 放屁 或者掌握骨铺 大家现在请我拿点 小等啊 北胶的 大家都是铺铺的好不好 我一人都是能干兔子 你那个北胶里的跑不进去 滚肚子 对吧 你削 削完了就来打 我先别要我先炒养鸡 我先炒养鸡 人吗这个 阿姨有的 阿姨有的 实际上我们家小飞牛一点都不吝啬 给爸喝一口 来 给爸喝一口 嗯 好喝 看见没 就是他妈大发 给哥哥姐姐喝啊 跳舞的 孩子越来越好玩了 啥样的 你呀 好喝不 慢一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小朋友的记得点个赞 再 拜拜